今天是第14次上課 我看到目前 像我們論壇裡面也是一堆人想要加入 目前有88個想要加入這門課 不過因為目前我是沒有開放 也頂多是說把影片放YouTube 但是YouTube的那個影片連結 那個清單也是沒有開放 所以一般人可能頂多只能看片段片段的影片 他看了之後他覺得這個很好 現在想要加入但是因為這個沒有開放 所以頂多回信跟他講說 目前沒有開放 那請預約下學期 或者是 那當然 如果有88個我記得88封信的話 如果住在大台北地區如果這樣算下應該有一半吧 所以如果44個人他想要來報名 那其中真的真的有來報名的話可能如果有再一半的話 那有20個22個好了 應該明格就很快就會報了 所以看起來應該 所以還是暫時不要告訴這些人好了 等到已經開始報完課之後再告訴 請預約下 一看下學期已經滿了 那這樣是不是有這種飢餓行銷 因為其實你越想然後你越有期待 可是最後落空了 那你又越想要上 那怎麼辦 沒辦法 不過禮拜三好像那個 趙老師有開了 會不會 就乾脆去選趙老師的其實也是一種選擇 選擇 選擇 好 那 這個地方的話 今天我們接著來看第 13次上課的話 其實重點 我們 課程裡面的重點 並不會太多 但是都是很技術性的東西 那這些技術性的東西 如果說 你要 自己試啦 然後靠書本裡面講的 你可以把它做出來 其實我覺得太花時間了 像這些東西 其實我主要是幫各位已經整理好了 所以你以後的學習方式啦 如果說你不是 對於 程式語言不是非常在行 你至少可以把它當範本 至少 該有的東西啦 你把它貼貼放在對的地方上面 它也會做出一樣的結果 而且基本上也不太會錯啦 改來改去而已啦 其實說真的很多東西 用來用去 尤其是跟資料庫有關的 頂多就是那 最常用的大概就那四個 四個主要功能嘛 不外乎就把資料 丟進去嘛 新增 不外乎就把它撈出來 就是查詢 新增查詢 頂多再把不需要的資料刪除 Delete 如果要更新的話 再update 所以大概頂多四個 新增查詢 刪除 修改 基本上 無論你是哪一種資料庫 無論你是哪一種語言 或者是無論說你是 用 哪一種平台 只要跟資料庫溝通 大致上 都會用 剛剛講的這些方法 所以 基本上 雖然我們上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這個Python語言 但是實際上 對我來說啦 我從很久以前開始 最早 我教程式是從VB開始 到後來什麼ASP PHP JSP Java 一堆的 其實我用來用去 原理原則都一樣 只是把他的語言流程 語言的那個 細節 細部的東西 換掉而已 概念基本上都一模一樣 OK 所以 我用的基本上都 都同一套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是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啦 真的不需要說 特別還要 去以為他是 不然的話 永遠都學不完 感覺 對我來說 我只是換了一個東西 像下學期的課程 雖然他是用Python 去寫那一個 網站 但實際上跟以前的 什麼 PHP 或者是 ASP.NET 等等 JHP 其實 對我來說 也是類似的 東西 差別只是說 我們換了一個 主流 主流的語言 讓他變得 比較可以跟其 其他的運用可以 銜接 比如說手機App 像我現在覺得說 慢慢那個手機App 你也如果可以連接 因為你現在做完這些東西 最後還是要顯示 那顯示在哪裡最方便 當然就是把它變成一個 手機App最方便 比如說你爬了一些東西 最後給 哪邊看 手機上看就好啦 所以如果兩邊 串在一起的話 哇 這邊爬完之後 馬上看到 對不對 什麼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 柯文哲最新的聲望如何 網路爬爬爬爬爬爬爬 直接告訴你把統計圖表 哪邊顯示出來 哪些關鍵字等等的 顯示在哪裡最好 手機裡面就好了嘛 那這樣的話 馬上可以掌握情報 而且這些資料是活的 動態的 自己隨時 因為 你的那個 聲望的高低 會自動 丟一些 主動式的資料給你 那這樣的話 其實在運用科技 就真的是 我想 才是最後 我覺得 是 最 比較是對的方式 好 那本來科技這個東西 真的就是要 對對你 有所幫助 才是 正確的 另外的話 當然也不是 只有在 在這個工作 上面 其實生活上有很多應用 像現在 Python跟物聯網的連接 等等的 現在應用像 影像辨識 好像我上次跟各位講那個 那個 智慧型攝影機 再慢慢有這個話題 因為那個 像對岸的 那個監視器 已經把台灣的監視器 給打趴 只是因為呢 他加一個智慧 他叫智慧監視器 以前台灣做監視器 視戰率非常高嘛 可是 就沒有智慧啊 沒有跟智慧型手機 或者行動裝的連接 就差了一步 人家只是 他有App 可以直接 跟那個監視器連接 而且甚至可以你的手機 還可以直接 用那個監視器 假設啦 在遠端 比如說我在 其實我現在手機是真的可以看到 家裡的一切 包含就是說呢 可以把它拿來當那個 這個什麼 警報器 就是那個 那個保全來使用 因為他其實可以設定 然後你隨時如果說有人侵入到某個區塊 他會自動會 回報給你 那這些其實也都是可以透過程式啦 像Python這種 去做後續的程式應用 程式的撰寫 像影像辨識嘛 甚至能不能做一個 門禁管制 那也可以啦 比如臉部辨識 你只要把 哪些人的臉 輸入到資料庫裡面 然後呢 他只要查詢 辨識完之後 到資料 那個 我們的 資料庫裡面有沒有這個人 有 他可以開門 沒有 就 不能開門 而且呢 還要 馬上有一些 照相 把這個人記錄下來 因為可能他就是不對的人 或者是嫌疑人 等等的 現在 警察辦案也很聰明啦 你會發現 連路邊的郵名 他沒有身份證 警察會拿一個手機拍一下 馬上知道這個人身份 有沒有 因為全民的 這個 臉部已經 見擋了 甚至 現在主要是那些啦 犯罪性 所以現在抓通緝犯 也很簡單 現在警察就把他拍個照 看看那個通緝犯裡面 有沒有 他的照片 比對之後發現 有 那馬上就把他抓起來了 未來可能還會用在 街 路上的 那個什麼 監視器 你走路走一走 甚至馬上 你就被抓起來了 聽說現在大陸 已經是全面都這樣做了 所以他們要犯罪 不被抓到的機率是很少的 除非你要 像那個變臉一樣 不然的話 你只要做壞事 他只要建黨 馬上 他們的公安 馬上就把你抓起來 OK 那這些東西 其實啦 都是要靠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技術 來完成 所以我們學的東西 基本上未來 在你就在想到應用的部分 銜接之後 兩者呢 當然 就會 可以產生很大的效益 那上個禮拜主要 我們就是針對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的 決勝檔 那這個決勝檔 特別注意 我們 網路上的開放資料 其實 就是一般叫做 接口的 資料 或者接口的 API 那接口的API 主要是說 將來我一個 公司 或者我一個 政府機關 我會有一個 經常性的發佈 那個發佈 其實不是發佈一個 訊息而已 我要發佈一個 很大 很大的資料 那怎麼辦 像 比如說呢 我想要讓 全台北市 明知道 那個 那個 公園有哪一些 那景點 甚至相關的 那也會 update先的資料 那當然呢 如果說你弄一個網站 有的時候呢 當然 會侷限在那個 網站上 但如果說你有一個接口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怎麼樣 讓一般的使用者 也可以 把這個東西 再跟程式 之間做 連接 那比如說我們的 Python要怎麼去接 接這個 決勝檔 那還有呢 開放的檔案格式啦 有要哪一些 不一定是 決勝 可能 未來還有很多 那如果說人家給你不同的格式 那你要有不同的應對的方法 像 上 上禮拜是CSV 上禮拜是 決勝 那當然未來呢 可能他如果沒有提供給你一個 開放資料的檔案 那變成他有開放在網頁 那你變成你要自己手動去爬啦 所以你要針對不同的資料來源 要做不同的處置 目前當然我們可以把它爬到哪裡 爬到那個 我們的 Python 程式裡面 秀在畫面上 電腦裡面 不過未來 其實應用我覺得最廣泛啦 還是最好的 可以跟手機App連接 直接 爬下來直接在手機上顯示就OK了 這部分其實我之前上課 別的課程也有教到 就是撈網路資料 直接就放在手機App裡面 然後 其他當然 再來一次有關 怎麼去做 Json的資料 做一些資料跟分析 然後最後利用那個 Request 所以其實還是利用這個 Request套件 幫我下載到 Json 並且把它秀在畫面上 最後呢 用Json下載的東西呢 再跟 SQL 資料庫做連接 這個是我們上個禮拜做的 主要的重點 應該還有印象啦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以後 以後的話呢 即便換了一個資料 那你也可以把同樣的事情做出來 所以這地方有延伸性的練習題 就是 回去 可以找其他的Json 的練習檔 那當然你在台北政府裡面就一堆啦 甚至你可以去找其他單位 像政府機關也有一堆的是Json的格式 那我是建議啦 你如果可以 把這些全部都練習 多練習幾個之後你就熟了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繼續來看 就是說 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我們延續性的 像最近比較熱門的話題 像PM2.5 那PM2.5 那我要怎麼樣呢 很快速的掌握 那這部分的話當然 我們也有一個 在6-1的部分 你也可以把它打開來 然後我們待會的話呢 會針對像 之前講的 CSV Json 另外呢 在行政院的 應該是環保署網站吧 會有PM2.5的資訊 所以你可以到那個 往下找 這個是上禮拜的東西啦 上禮拜都有 你看完成的畫面都有 OK 秀出來 程式在這邊 而且好像跟你講說 程式 要怎麼 怎麼去改 其實以後這些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 像 販本 貼上去改一下 只是欄數不一樣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要能夠run 第一個之後 你還要 還要具備有 修改的能力喔 不然的話以後不會修改 即便換了一個資料 你 沒辦法做完 所以 這個部分 因為 沒那麼多時間 所以請各位自行 要去 做 變化 比如說呢 我今天 假如說要換一個資料的話 像這邊有連結 你也可以自己連到那個 台北市 開放資料的網站上面去 那因為目前他提供2000多種 2000多種是chesson的 好像也有幾百種 那幾百種裡面的資料裡面 請各位呢 也許你再去挑一個 來練習吧 然後 那 期末的部分的話 也許比如說我們要 就是 請各位做一些練習啊 然後 分享一下 不過分享 我看乾脆這樣 你如果說 怕要demo 會太花時間 不如你把你demo的過程 要不就是 把它用截圖的方式 貼到PowerPoint一算了 貼 用講的好了 好不然的話 之前好像因為現場要做 大家都手忙腳亂的 然後呢 本來可以run的 然後一上台之後又緊張 又run 會有比較多 突出的可能性 要不然你就把那個畫面截圖下來 然後再用敘述的 1 2 3 4 5 完了 然後 講一些心得 就是心路歷程也可以 我發現 像那個之前 參加那個評審的 他們前面有一項 就是講一下你開發App的心路歷程 再去講說你這個簡報內容 只有三分鐘 他們那個比賽的時候只有三分鐘 可是學生變成說 講心路歷程就講了三分鐘 直接 下去了 後面的東西都還沒介紹 因為有太多的心路歷程可以講 因為 這種技術的東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甚至還有一個學生說有48小時沒睡覺 為了要做那個 結果出來 當然這東西真的是 有他的難度啦 不過我是覺得 也不需要說 沒有 毫無 方法的學習 所以這邊的話也許你可以 像連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是連結到 那他的下載 他就已經下載了 我好像有把那個 開放資料連結放上來 那你們可以再去找其他的 一堆的那個 Json 我們是舉這一個 台北市的 公園 然後最後的話是把它塞到 那個 SeqlLite3 SeqlLite3資料庫裡面 那也許我們塞的時候是可以先塞一個欄位 那總共有6個欄位啦 你可以先一個成功了 你再 把多個 再慢慢放 不然的話 很容易就是說你一次塞6個 失敗的機率會非常非常高 因為呢 最最難的地方實際上就是說 黃色區域 尤其是哪一個地方呢 尤其是我們要 Insert into哪一個新的table 後面的 這個 Value後面這一串 有沒有 因為裡面有單引號 也有雙引號 那如果你單引號雙引號 少一個的話 你Insert into 到資料庫裡面 他就出錯了 那這個有時候可能 因為我前面有講過啦 怎麼去 辨識 文字類一定要前後加單引號 那 因為要放單引號 所以要包在雙引號裡面 所以裡面跟外面的關係喔 因為這個地方恐怕你們還是要 花一點時間去揣摩 而且要試做 試做之後要能夠成功 那表示你真的懂了 你不能說照鈔貼上 OK 因為這是我的 是可以握 但是問題 你要能夠改成你的 東西喔 那當然就會遇到 最難的地方 這個地方出錯率應該是100% OK 所以 出錯了 怎麼辦 怎麼辦 這樣找答案 所以我以前 光這個地方 很早以前 在是菜鳥的時候 可以卡一整天 就是為了要找出 為什麼 不對 為什麼不對 所以慢慢 現在已經非常 架輕就熟了 因為 終於 因為花了那個 時間 終於找到了 不過你不用那麼累啦 反正你就是 抽絲撥撿 因為以前 為什麼花8小時 因為可能以為是別的地方錯 所以找錯方向 別的地方找找找找 改改改改 改了亂七八糟的 最後發現 那邊沒錯 最後才知道說 原來是這裡錯啦 好 現在我是直接告訴你這邊 錯 其他地方 錯的機率非常的低啦 其他地方還有什麼 可能有錯 但是你原理原則要知道 什麼地方是資料庫 資料表 欄位 這些概念都要有 因為一個 資料庫呢 他一定是 就是可以放很多的資料表 然後裡面的話 你可以放一個資料表 兩個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的話 可以 可以再放欄位 所以他的關聯性 基本上 大概就是這樣 那你可以 一定要 把觀念釐清之後 以後再做這個範例的時候 就會 不容易出錯 所以有的時候是理解 你想說 為什麼可以寫得出來 其實都是因為我 已經把這種 相關的觀念 比較能夠掌握了 好那再來的話 今天呢 我們要接著 繼續來看 有關那個 行政院的那個 公佈的環保署網站上 他有一個 開放資料 就告訴你說 那個P&O 2.5 比如說你出門的時候 到底 安不安全 那哪些地方呢 可能不安全 那哪些地方偏高 那這些數值的話 他也會每天更新 好像每一個小時 還是每多久更新一次 那你們可以從那個 我們 06 01這個 裡面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 行政院的開放資料平台 那這個平台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那個 中央政府還是比較貼心 怎麼說呢 因為 他裡面呢 就直接給你看到結果 網頁 而且呢 他不是只有 CSV就只有 CSV 他還有 XML跟 Jackson 也就是說呢 其實也就告訴各位 目前的主流 就是這三者 其他好像 有但是 比較 不是那麼普遍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 CSV 跟Jackson 掌握大概就OK啦 XML的話 其實技術上 也是差不多啦 只是說因為目前 我沒有做範例啦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也可以找一下 那怎麼去做啦 XML的結構 你可能要先了解 什麼叫XML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待會我們要針對呢 這個PN2.5 一樣去把它的資料撈下來 撈下來的話呢 一樣用什麼 那個 這個叫 NorthPay ++ 分析一下 分析什麼呢 分析就是 他這裡面的結構 然後 知道結構之後呢 我們要怎麼把它從網路上 撈下來 撈下來之後的話呢 先把它繡出來 繡出來之後呢 再塞到資料庫裡面 我們的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 就是先 大概知道一下 那個官方網站的東西 然後再來最後呢 完成畫面的資料呢 再幫我把它塞到 SQLite裡面 這個就完成畫面 這個其實前面也做過啦 只是我們只是換了一個 資料來源 重新 再把這個東西練習過 如果說 你要做的話 其實可以 可以拿之前的那個練習 其實CSV 當然我是先抓CSV 你會發現他這邊有提供的是CSV 他還有提供 提供Json 當然你也可以拿Json檔來練習 所以這邊有兩個練習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先 把它 複習一下 那接下來待會呢 我們再針對那個 行政院官方網站上面提供的那個 就是開放資料 那 其中當然我們有範例是CSV的啦 Json我是沒把它放上去 不過Json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東西 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把 上禮拜的東西 的 程式碼 換一下 去抓什麼 抓 行政院的PM2.5 的那個 資料 也可以把它塞到資料庫 如果這些你也都能夠改了出來 那我想以後 你就可以很順利的 可以把任何來源資料 不管它是什麼格式 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它丟到資料庫裡面 那至於你要做後續的應用 包括你要跑圖表 保那個 一些統計報表 我想會 至少 就已經是 比較簡單一些些了 甚至可以把這些資料 你再把它吐到Excel裡面去 然後在Excel裡面做 Excel也OK 基本上就是 最麻煩的那一段 自動更新 然後 這個地方 會 請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部分先了解 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去抓那個 這個 PM2.5的相關資料 我們最後下一個 下一個 的